今天又說達哥 達哥 我自己對達哥的打機片 沒有完整地看過一條 最多看十多二十秒就認識了 原因很簡單 我覺得太低B 不適合我看 毫無深度可言 連登發現了一個貼文是忠實粉絲 我們看看忠實粉絲如何看達哥 今次對逃犯條例 他的反應 是一種不滿的 忠實粉絲是很不滿達哥 直接讀吧 由電車男追女記到澤南最後的120小時 我真心欣賞 終於有個香港人帶到文化軟實力給人看 特別是用附加字幕連結 間接和RPG模式結合 在當時Youtube令人有種 開創千何的創意 之後 用爛聲 麥克風上高燈 出帖文說 劉爾達直播打機 那時觀眾留言 你會盡量分享自己的意見 扣女 讀書 事業 家庭 現在晚上開台打FIVA 總有段時間 讀新聞 那麼多年來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什麼有趣新奇 發人心醒的事 我都是經你口講才知道 點評一下 這一段說了 作者劉主 其實真是 真是有看 很熟悉 達哥的營運模式 人是會變的 豬是會肥的 之後會怎樣呢 讀下去 逐漸我把這個人 成為了生活中的一部分 每次開台的時候 我看著 Twitch Teach 我經常讀錯這個字 Reach 提醒 不斷FIVA的直播 畫面 為了聽一句 開台啦開台啦 九點半又要看達哥啦 無論玩一隻 幾無遊戲性的人 遊戲也照樣看完 開台啦開台啦 這是達哥的招牌 第一句 這個我也認得 他一開台起碼 五千至一萬人 湧入去看 因為很多次 隔山打牛 罵政府 罵政權 我以為你是很感言 一句可能衝口而出的 不是為錢打機 我以為你是好無私 原來所有事 只不過是逢唱作 見人 講人 見鬼 講鬼話 六四 你可以不聞不問 不提不講 即使聊天室 舉目皆是 最後 直接 讀留言的環節 都散略 有人提 你把別人的留言 延時 六百秒 到六月九日 反修例 遊行前職 愚弄洶湧之下 你就索性 休台避世 假如 有人說你 定位 不過是打機 不是政治評論員 所以沒必要 表態去說 你一開始 就應該半句 不提政治 不罵政府 不要為了迎合觀眾而塑造造造型 事後 出個無靈兩可的Facebook Post 在這裡聲聲作態 多謝你一直以來給我的快樂 但我真是接受不了你是一個這麼虛偽的人 如果可以的話 我寧願從來沒看過你的直播 很感慨 我這兩個星期 好像跟一個朋友絕交 打開YoutubeApp 見到以前你打機的片 新聞 隨時精華 其實看回仍然很好笑 同時又好痛心 百感交集 為何現在的你 變成一個追逐名利 背棄當初的一個人 為何 那個不抗拒政治的你 對六四六九 民虎式辯 絕後不提 為何 你要為了錢 叫人風頭火勢 投奔大陸資金背景的壞譜 還是那個才是屬於你的完美世界 嘩 最後那句是靚秋 完美世界是最新的廣告 達哥的最新的廣告 遊戲廣告 經常看Youtube 有時的廣告也挺多達哥 我對達哥的評論已經出過一條 我看完這篇文章 突然之間又想出多一條 這篇文章 告訴我 達哥的原先 原意是怎樣的 人未發達的時候 什麼都 Try and Error 什麼都說 所以我很明白 達哥的思路 好了 打機 可能只是吸引到打機的人 說完時事又如何呢 可能有些八九十後 對新聞也有興趣 就鑽進去看 說一些趣事又吸引到一群 貨分的人 總之他就是大包圍 一開始的撐雷很明顯 當然 人紅 出名了 慢慢打機就打到 去將軍澳賣樓 真是很有錢 我自己這樣看 他真的簽下了很多合約 就這麼簡單 就算你是身為他的粉絲 你幾憤慨也好 簽合約也不是你 簽了 那怎麼辦 每次都 可能十幾二十萬的合約 合約 買個告白 正如 台灣的KOL 這個管長說 他反紅媒 一次去舉行一個 遊行 他都不見幾千萬 錢 和真相 和 言論自由 你選擇哪一種呢 達國就很明顯選擇選錢 而失去了他原先的言論自由 坦白說 這件事是 挺慘的 挺悲哀的 亦都說了 香港那種悲哀 當然達國是可以選擇的 達國是可以選擇言論自由 放棄金錢 但是我見到很多出名的Youtuber 我們不算我們這些不出名的 我們不出名的那些是沒有掣肘的 我就好像原先達國的 初心 說一大堆東西 Try and Error 看看哪些東西 受歡迎 就長廣長有 比如安心事件 有反應就長廣長有 沒有反應就 就斬了他 道理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們這些 就像鬥獸棋 有時不是說大份賬就贏了 有時 小小的那些 可以吃大份賬 小小的那些老鼠可以吃大份賬 原理是這樣 世界的運作就是這樣 你越有錢 你越權力越多的話 你的祭奏就越多 等於皇帝 等於特首 都不可以隨意外出買一串魚蛋 但是我們這些普通市民就很容易做到 道理差不多 你看到他整個達國的歷程 是一級級的上 上到某個級別 有錢了 接觸很多廣告商 而事實上他在這個遊戲界 我定義他現在是一個 Entertainment Gamer的一個角色 的確 現在是響噹噹的 名字 是一個 一個icon 現在又做了什麼舞台劇 他都知道有很多工作 全部都是用錢來衡量 你知不知道有些是誇張得呢 例如有些公司 例如找達國 都會審查一下達國的背景 如果發覺他講太多六四六九的話 是絕對不用達國的 絕對不用的 因為事實上很多 我想找得他 拍廣告的機構 都是建制派的 很多商家也是建制派的 很順理成章 也不希望達國講政治 純粹是借用他的名氣 達國最後就選擇了 背器尿理想 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如果 我不是他的粉絲 所以我說話很輕鬆 我就覺得沒問題 達國 他為錢 開飯 你想想香港生活是很艱難 難道你想達國 住著劏房 打著機 自己賺不到錢 然後又等你 那些網民 喜歡給又給 不給又算 搞到他的生活 很不穩定 每個人都 趨向一個 想穩定的生活 既然他現在找到條路 很穩定 他立於不法之地 不說 他選擇地不說 當然 他身為KOL 失去了社會責任 這個 中實粉絲來說 我很理解為何要譴責 這是需要的 因為你是中實粉絲 對於我們旁邊的學習來說 沒什麼所謂 對於是 吃下花生 我也明白 因為你一個 中實粉絲 真是追開的 經常聽到他講時事 又在隔山打 胡亂吵架政權 覺得很過癮 聽起來很過癮 後來發覺 原來他不是 真的 只是 叫做 掌握你的 其實他原意是 你發覺好像被人騙了 是嗎 道理就是這樣 忠實粉絲就是這樣 如我們這些 純粹知道有個這樣的達國 那些 一向都不覺得他有什麼特別 如果你說真的說真心 得罪一點都說他 我覺得達國是一點特別都沒有 你說他拍一些廣告 他有沒有表情 沒有什麼表情 對嗎 一個木頭公仔 然後在這裡 哎呀 一齊來玩完美世界啦 開台啦 開台啦 來啦 來啦 然後 一堆人聽 一堆人看 內容我不太覺得有 可能他在打機的時候 我不覺得有什麼內容 只能聽到 打死你這個棋弟 吃屎啦 聽很多這些 這些是小朋友最喜歡聽的 打機的時候 肯定會有一兩句 粗盈餵魚 正如我做節目也有一大堆 我不怪有什麼內容 對嗎 例如我們 就著某件事 憤慨而說粗口 起碼有個內容 他那些其實是對著一堆空氣 虛擬的東西 打機 所以我早就覺得這傢伙是無聊的 我不是說反達過 但我真的 我不懂得欣賞 我真的從頭到尾都不懂得欣賞 不過有個位置我是欣賞他的 就是他的知名度 他懂得怎樣炒上去 我都說過了 YouTuber也是這樣 要不斷炒上去 不盡質退的遊戲 例如我們做一個 例如《逃犯條例》 或者《安心事件》 我們不可以做一集 我們要連續這樣做 去保持人氣 達哥 是很懂得保持人氣 他不斷有工作 接工作 接廣告 已經把人氣 雪球效應 佩大到很強 很大 這個我是欣賞他的 即是他的生意頭腦是欣賞的 但你說他實際 做的內容 就一時時 坦白說 很多時候 我都是不欣賞的 我都是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純粹是有盲粉撐他 好了 今天這篇文章 證明我的初心是對的 現在要說初心 潮語 證明我的初心是對的 我覺得這傢伙 其實沒什麼了道 真的沒什麼了道 純粹是 逐一點說一句 跟李力池可能差不多 見錢就貼上去 哪邊有錢 加入哪邊 李力池就是這種人 所以被人說他是混蛋 又是那些混蛋 李力池也是 他以前做很多作品都是反共的 現在就貼著 共產黨去 賺錢 賺真銀 屌糕 香港人 那麼好笑 這個不說他 答過我 他如果妖魔化的話 有一天可能會變成這樣 但現在我這樣看 我亦都可以很放心說 他不會變成李力池 他是一個新的形態 就是中立形態 很多Youtuber 抱著的一個態度 就是中立形態 事實上社會上是可以有中立形態 所以你說 我們這些不是經常看他的 甚至是覺得 不覺得他有什麼特別的 的人 其實 我覺得他不說政治這件事 是沒問題的 因為我不是經常跟著的 好了 對於忠實粉絲 真的很慘烈 感覺是很強烈 也覺得好像被人 欺騙 這篇文章有2332個like 我相信達哥一直都有留意的 我們儘管看看一些 熱門留言 因為可能那群忠實粉絲 有更多觀點提供給我們 這些 驚開 觀眾 參考一下 我也是維持原判的 總之他 立於不敗之地 我覺得做人來說 不是什麼大錯 他又沒有說 反對你們去遊行 不說而已 少了份責任而已 但起碼保住飯館 飯館 將來可能20年30年 都是吃這行飯的 他沒有辦法 他一定要這樣做 你說他號召力 又未到館長的程度 館長又是 有一個自己的生意 就算他不做 沒有千多萬的生意 廣告費 生意也好 但起碼他有 基本的群眾支持他 基本的群眾是 足夠他的生活 但達哥我相信他沒有 基本上 他只是免費 可能是免費娛樂 免費娛樂 他未必 可以 就算他收了錢 也未必 可以免費他基本的生活 有這樣的可能性 好 看看留言 然後 這個網友就說 幸好我真的沒有看過 他回應樓主 如果可以的話 我寧願從沒有看過達哥 他回應樓主 其實我覺得達哥這次選擇滅聲都幾不治 但有今天 或者到今時今日 他的市場 打擊 audience 都依然 只是香港人 香港人 大陸 仔 大陸妹 看抖音 看虎牙 一大堆遊戲主播 不是你說入到 就入了 分一杯斤 大陸金主要看得你起 都是因為想打入香港市場 你現在背棄香港人 或者 不要說到背棄那麼嚴重 你做不回以前的達哥 流失了你應該有 也是僅有的一群支持者 我們這一代人 有多少人 表達了聲音 有多少人反對 你很清楚 即使你還可以代言大陸遊戲 別人還會不會看起你 覺得你幫到手 是不是 始終當年 吳黑衣 做過街老鼠 這次送中 真正的達哥 覺得被送中的是達哥 這樣 順帶一提 這個吳黑衣 大家開始 吳公子 開始 因為這個 69612的事件 逃犯條例 已經是上回神台 由以前的吳黑衣 很多人都將他 拿上來 大洗禮 這次吳黑衣 或者逃犯條例 可以看到 哪一個是真正的香港人 因為以前吳公子 有人說他走得太前 就在直播 或者在YouTube channel 籌期 或者找人捐贈 拘捕錢 現在每個台都是這樣做的 很簡單 就是當一份工作 你一份工作 你很專注做一份工作 你是需要錢運作 是透過支持者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覺得 其實吳公子當年也沒什麼問題 但當時 因為沒有人敢做 突然之間你敢做 就覺得你黑衣 現在看回 原來他 一直都是真香港人 那就沒事了 又捧了吳公子出來 慘啊 覺得你好可憐 連死了的意思都不Post說 都不出Post說 就知道他 他的Facebook上水是試反應的 這裏有個達狗的 舞台劇 夜谷賓館營業中 相當之紅 現在就 達狗 你能得理啦 繼續當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從Sleeping Dog開始看 真的很難失望 放長眼看看他 什麼時候開台 他第一晚 開台我都會看 看看他會說什麼 還是 口面皮到 當沒有發生過 對這件事都不提 繼續跟那班 所謂的真兄弟 政治冷感的小火雞 一起 嘻嘻哈哈 我一直都覺得他的節目 就是嘻嘻哈哈 我就是不明白 為什麼 那些人 你有沒有 真正的Skills 別人打遊戲是有Skills的 達國是不是有Skills呢 我自己有疑問的 我覺得他打遊戲不是差 但一定不是專業的 跟外國那些比 還差很遠 所以你既然 看過一個 技術又不是那麼厲害 尤其是嘻嘻哈哈的人 我為什麼要走進去看 我抱著一個懷疑觀點 一直都沒有 按進去看 所以 經常有人說 我們逼他表態 其實這麼多年都知道他什麼立場 他以前都肯說一下 現在他連任何 送中六四新聞都不提 玩到自我審查 以前Skills 年代的Darko 應該 年代的Darko 應該對現在的他很失望 這次送中的禮 真是神台大執位 所有過街老鼠 團結一次爬上神台 相反神台上的Darko 自己走下來 真是有些可悲有可笑 有些可悲有可笑 一錯 完全當修例沒有發生 連好像平時中立分析評論都沒有 二錯 六四那天完全沒有提 往年都有提 說一下 三錯 六四那天 出過無靈兩可的Pose 想洗底抽水 六四那天 我看了少少 Darko的片段 又在打 射擊遊戲 還有很血腥的射擊遊戲 我不知道他想怎樣 是想抽水 還是怎樣 他沒有提到 留言板 是喪打六四那些東西 的確是真的 六一二 無靈兩可 不如就不要說了 這些也是很討厭的 你無靈兩可 那你只是想說什麼 欲言又恥 那你的台拿來做什麼 台就被你發言 香港就是言論自由 你不利用 你不用 對嗎 那你還是香港人來的嗎 很簡單 樓上 那些狗還在說 表不表態 這些立場 自由 我是尊重的 始終達哥是公眾人 表態 與否會影響他生計 但屌你啦 達哥 FIVA 新聞 時間 中立 提都不提 自我審查到 Check Room 吵 不理我 不理我 我都可以理解 因為經常都吵 但有兄弟 提過八九六四 就被人禁止 還有六一二 打完仗才上水 一直關注 打著 笑不笑死人 打過讀這麼多書 怎會不會衡量 他的target audience 一早就轉了是00後 學這個YYNAM 玩這個言語藝術 搞偶像神崇拜 哄斷班中學雞 舊觀眾已經不重要了 如果有人給錢給你賺 出的錢高於你心目中的價 你不一樣會出賣靈魂 根本就是人心之常情 人之常情 是要講到十個不捨 懷疑你是葡萄多 瘋了 有些網友都支持達哥 劉主的意思是 好像看著一個 朋友本身是一個很清高的君子 有文人風骨可低頭 彈絕不失懊骨 不為五斗米節要 他本身是這樣包裝自己 不是觀眾逼他 變得中立說一件事 提一提都不敢 這個達哥被人感覺很陌生很失望 還有不要再說達哥的台 一直不講政治 達哥的模式 都叫 Tech Tech Tank 意思是達哥一直都有講政治 他突然不講 那一定是有些事 即是自我審查 你作為一個開台的人 自我審查是一個 基本上你把你的台變成一個大陸台 差不多 大陸所有的台 言論全部都經過自我審查 要自己想一想 那句說話 出不了街 會不會 造成你自己的利益 嚴重受損 這樣要計好數目才出 變相就是沒有話說 台不就是永遠吃喝玩樂 沒有一些精神 文化政治的層面 變相很 顧躁罰美 變相是限制了自己的自由 你真的跟一個大陸台沒有分別 不知道他有沒有變 不知道我們有沒有變 總之過往 因不會結合 今天因了解而分開 道不同 不相為貌 這位網友 這幾句反而有些智慧 因為 以前你以為他真的很清高 其實他不是 根本就是一個小蛇 高級蛇 我第一眼已經感受到 但我沒有證據 無謂說別人 但這個 高級蛇 也沒有做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 大家也不需要過敏 我自己覺得 但是他 是不是有所隱瞞 自我審查 明顯是有 幸好我真的沒有看過 是非黑白 可不可以分清楚 Bed up 佬 這件事 就算說一次 Bed up 佬 也不會由錯變 現在達國的處事手法的確有問題 但不要在這裡混淆視聽 好嗎 這些人有提Bed up 佬那件事 這個就是舊事 那就不理他了 那你 就不是一開始 吃我們這條水喉 吃人員上位 就說不是政治台 不是說你垃圾 比較一下 你看看其他YouTuber 直接屌擠反送中 但是你的真兄弟 連六四都不敢提 六四又是政治台 不是時事 講那麼多新聞 都不敢說 自我審查到 還要賺年輕人錢 沒有觀眾 他有今天 到現在 還有人拿表態來辯護 就好像台灣 不收的陳同佳 和政府一直 拿著來講 一樣這麼忘舊 都說不是 表不表態的問題 是他連中立分析都做不到 香港發生大事 死人倒樓都可以視若無睹 失望 今天有些圖都可以視若無睹 今天有些圖 有些諷刺達哥的圖都挺多 這個 挺有趣的 有隻小鳥 就說 明明達哥以前每年都會主動第六四 想不到現在整版六四 都假裝看不到 繼續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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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看了這麼多年 達哥變成這樣 真的有些失望 然後有些人就說 連衛兵逼人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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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笑 即是說 有些人 Defense 幫達哥的Defense 就是說 不要逼他表態 有點像我之前的言論 因為我不熟達哥 但現在有些忠實粉絲告訴我們 不熟達哥的人就知道 原來他一直都有說 他自己自我審查 這篇文章我對達哥是認識的 但我也是維持原判 他是一種姿態 你也不可以要求他做些什麼 有很多這樣的圖 開始收很多Dislike 有322個Dislike 以前憑紮藍最後的822小時 勇奪數碼媒體大獎 以前的風光 有很多東西 他經常溝通 然後又怕貓扮狗 他是有的 然後就不斷在這裡 就是幫著遊戲做廣告 然後有人拿管長出來說 管長真的不一樣 現在看看 管長很特別的個案 我自己覺得 他沒有了一邊的生意 但他有另一邊的生意 他是有得有失的 如果達哥只說政治 他會得到民心 但他真的找不到能吃 我挺肯定是真的 一直潛水變一直關注 對達哥完全失望 本頻道不會再有任何更新 多謝各位 哎呀 那些門票都賣光了 520元 好了 今天做回達哥的紀念特輯 今天就 沒辦法了 既然你們之前 這麼喜歡達哥 又未認清這個人 而喜歡這個人 是有點危險的 正如愛情 你不知道那個人 是不是蛇佬蛇蜊 而愛上了他 當然是有點失落 當你知道真相的時候 在於我們這些旁觀者 就覺得 一個棄子 棄子是多變的 多謊 根本就是一個永恆不變的事實 好了 今天說到這麼多 如果愛情有很多問題 阻力就給我吧 想找日子遊戲也可以 做飯局計劃 多謝收聽